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色波浪和三色火光交织撞击到了一起 但是这音波虽然是此魔天生具有的一种诡异的神通 但在身体被困没有办法调动魔器之下 威力自然大减又怎么能和三雁扇的一击相比呢 两者呀 只是相持了片刻 火鸟就爆裂开来 一轮三色光运浮现而出 略一滚动之下就立刻将下方的白波吞噬个干净 然后光运飞快的狂胀啊 将下面十余丈广的区域全都淹没进其中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这附体炼尸的魔物就化为了乌有 这一切看似很慢 但实际上呢 只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远处掐绝的六道吉胜剑子 脸色为之大变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啊 自己双模齐出 非但呢 没有灭杀掉对方 反而被对方抬手投足之间 就灭杀了一只魔物 不过这个时候的老魔 也终于明白 对面之人并非普通的大修士了 他惊怒之下 哪儿还敢有丝毫的怠慢呢 急忙是神念一催 同时口中一喷 一道乌光击射而出 一晃之下呀 就化为了一股黑气 没入虚空之中 不见了踪影 另一边的那只刺猬一般的魔物 口中这个时候也发出了一声嘀吼 脸上的四肢妖目同时一闪 随即身形略以模糊 竟凭空的在原地不见了 下一刻 韩力背后空间波动一起 两只银色手臂从虚空中探出 咔嚓声一响啊 两只手臂竟凭空暴涨背去 一只化为了利爪 狠狠地抓向了韩力的天灵杆 另外一只一闪即逝之后呢 硕大的银色拳头是直到韩力的后背 同一时间黑光闪动之下 一只头颅般大小的乌黑的八角锤浮现在了韩力头顶上空 树站高处 一晃之下带着一股阴森的黑气 是狠狠地砸下 从上面传出的可怕的魔器来看 这竟然是一件人间含有的魔器 就这样老魔还没有罢手啊 肩头一抖之下 浮现在身后上空的其余四道真魔虚影 也同时睁开了双目 默然一晃之下 竟化为了四道黑光直奔韩力袭来 一时之间刚灭杀了一名魔物的韩力 再次地陷入到了老魔和另一只妖魔的联手攻击之下 韩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也没有见他有何施法举动 但是身上轻光一闪之下 在其紧贴的后背处是荧光一闪 突然多出了一道淡淡的人影 同样银色的两只拳头一击而出 轰隆隆的两声惊天巨像传来啊 在银芒闪动当中 那青色人影未动 整个身体呢 才从虚空中探出的魔物 却身形陡然一阵的倒跌开来 几乎是与此同时 韩力头顶处灵光闪动 一只青色小顶 诡异地从天灵盖处滴溜溜地盘行而出 刚一出现就顶盖一开 一旁青蒙蒙的光丝 喷射而出 正好将迎头砸下的那只乌黑八角锤挡在了空中 让其没有办法落下分毫 直接那柄乌黑八角锤上 突然冒出了一股蓝灿灿的火焰 散发着阴森的寒意 虽然说不知道此火到底有什么威力 但是一看就知道绝不是普通的魔眼 但是此锤被虚天顶喷出的青丝一缠之下 却丝毫威力都没有能现出 就被硬生生地困在了空中 任凭蓝眼如何断烧啊 青丝都安然无恙 丝毫不怕此焰 韩丽对头顶上的一切变化都是视若无睹啊 目光一转之下 早盯向了激射而至眼前的四道黑光 什么 韩丽低声自语了一句 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漠然啊 一只袍袖一抖 顿时树声雷鸣出其不意的响起 四道婴儿手臂粗的巨大的金湖 从袖中是弹射而出啊 一闪之后就准确无误地 积在了堪堪到了面前的四道黑光之上 轰得几声之后啊 四团刺目金芒就此爆裂开来 一闪之后就将黑光淹没见了其内 这些魔物虚影幻化的东西 仿佛遇到了克星一般 在金光中如同阳城化学 迅速地冰箫溶解了 根本就没有费韩丽的吹灰之力啊 就在同一瞬间 韩丽身后的那道青色人影 却守一台 一只赤红小弓出现在了手中 另一只手呢 只是轻轻的一拉 轰鸣之声马上大起 在刺目的红光当中 无数的火箭破空射出 铺天盖地的直奔对面的魔物击射而去 这个时候 那只浑身倒刺的魔物 才刚刚的稳住了身形 一见这漫天的火箭击射而至 竟然丝毫不惧 只是一声大喝呀 身上的骨刺同时泛起了微微的血盲 随即 雪光大放 竟瞬间融合化为了一层 雪红的光照 将躯体护在了其中 而此魔一做完了防护举动 密密麻麻的火箭 转眼之间就击在了雪红护照之上 无数的火箭啊 就在这雪照之上爆裂开来 炙红火焰 将此魔呢彻底的没见了其中 爆裂声更是响成了一片 声势惊人至极 身处火焰中的魔物 却在雪照中是安然无恙 并且他深吸了一口气 银色手臂一挥 就想强行分开护照之外的赤焰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声轻微的雷鸣 从对面传来 魔物已惊之下 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枚脆绿色的箭矢 瞎带着丝丝的金壶 出其不意的到了眼前 虽然不知道此箭矢有什么古怪 但是此魔却想都不想的身形一晃 就要一侧避开小剑 但是此魔没有察觉到的是 就在翠绿小剑到了眼前的时候 其头顶之处 一只乌黑金银的飞刀 正从虚空中诡异划出 接着呢 无声无息的往一旁一落 正好啊 落在夺往此边的魔物头颅之上 这魔物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结果就见青色人影 手中火攻一顿 漫天火箭 漠然溃散不见了 竟就此停下了 连绵不绝的攻击 那刺猬一般的魔物 这一侧躲过了翠绿色小剑 正觉奇怪之时啊 一道乌光却悄然的 围着魔物脖颈之处 闪电般的一道 其三角形的头颅 就咕噜一声滚落而下 血色护罩 竟不能抵挡 乌光芬毫啊 这也难怪 这口魔随飞刀 可是用魔随钻炼制而成 而魔随钻本身呢 就是不知道多少万年前的 金纯魔器凝炼 巨速而成 又怎么会被同样魔器 所化的护罩给阻挡住呢 这血色光照 对此魔刀来说 犹弱不复存在一般啊 人形傀儡 有第二原鹰主持 无需含力吩咐 在刚用飞刀 斩杀此魔的一瞬间呢 就身形一晃 到了残尸的跟前 他一张嘴 顿时 一股黑色霞光飞卷而出 往那尸体之上 是一卷而过 结果硬生生的呢 从里面拉出了一道虚影出来 正是先前 投入其中的那道魔影 只是此刻的魔影啊 暗淡至极 仿佛随时都要溃散的样子 如今 被基因魔器所化的霞光一卷 竟直接被人形傀儡吸入了 被暗藏傀儡中的第二原鹰 收了进去 这等精纯的魔器 对修炼基因大法的第二原因来说 可是很有用处的呀 而魔影被一吸而走之后 地上的无头魔尸 被一股清风一吹之后 竟然就此化为了飞灰 消失的无影无踪 随即那人形傀儡一晃 就回到了寒历身边 双手倒背而立 远远的看去啊 除了服饰不同之外 分明是两个寒历并肩站在了一起 而这个时候的寒历 一只手呢 把玩着手中的三眼宝扇 正淡然的望着对面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六道星的六级真魔功 韩某已经见识过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秘书功法 让韩某再大开一番眼界呀 没有的话在下可得要送道友上路了 韩丽竟异常平静的如此说道 远处的六道集圣啊 脸色都有些发青了 眼睛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两只他视作杀手锏的原鹰后期级别的魔物 竟然这般轻巧的被对方抬手就给灭杀掉了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啊 而且对方接连动用的三色羽扇 青色小鼎 绿色木齿等几件宝物 每一件的威力 那都是大的出奇呀 而除了那只小鼎 可能是传闻中的虚天鼎之外 其余的两件 他竟一点头绪都没有 而对方施展的化身之术更是玄傲目测 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斩杀一只魔物 他却偏偏看不出对方使用的是何种化身之秘术啊 他的心中更加一沉 这怎么可能啊 对方顶多是这百多年来才紧接的后期 如何会有这般不可思议的秘术 和拥有如此多的重宝啊 虽然说呀 他没有见过化身其修士 以对方展现的神通 恐怕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老魔现在在一天寒里的话 背后发寒之下 瞳孔一缩 突然一张嘴 竟喷出了一面黑蒙蒙的云帕出来 此物飞快的一晃 立刻呢就化为了一团黑风 将它照在其中 接着风中立刻传出了尖利的呼啸之声 整团风遗产之下 竟裹着老魔向后击射出去 黑风看起来似乎是模糊异常 顿速太快了 闪动几下之后 竟带出了一连串的虚影出来 刚看到此风顿到了某处 一晃之下 却诡异的出现在了更远处 而原地却还残留着另一团黑风 如此一来 远处天空竟仿佛同时出现了数团会瞬移的黑风 只是眨眼的功夫就顿出了百余杖之外 若是普通的原因后期修士 此刻也只能对此诡异的顿速望而兴叹了 韩丽自然不是普通的后期修士 他见到此景 脸上反而露出了一种古怪的表情 竟然跑掉了 这本命法宝倒是真是逃命的好东西 若是以前还真的有些棘手 但是如今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背后风雷翅一颤之下 突然之间雷鸣直升大作 一道道清白两色电弧 在翅上浮显而出 随即就化为了一团团雷球滚落而下 就此悬浮在附近的空间当中 并一颗颗的流转不定起来 接着双翅至微微的一盏 他身形凭空悬浮而起 并微微的倾策起来 这个时候 韩丽远远的望了一眼 已化为了一团模糊黑影的老魔 鼻中冷哼一声 突然背后语斥 用力的同时一扇 顿时啊 一股狂风大作 将附近悬浮的青白色的大雷球 全都激荡了起来 并马上撞击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大起 青白两色电弧同时的爆裂开来 然后呢 瞬间被狂风席卷其中 在一股脑子都没入到了双翅之中 风雷翅表面呢 马上照上了一层电照 在狂山底下之后 韩丽身形骤然从原地弹射而出 一闪即逝之后呢 就化为了一道青白色的电弧 不见了踪影 而一呼一息之后 电弧呢 就到了数十丈外的地方 略微一顿 再次的弹射而出 同样呢 瞬间到了数十丈之外 顿速之快呢 竟比老魔驾驭的黑风 还快上一小半 只是几个闪动之间 此电弧就追到了前面黑风的石鱼杖的身后处 甚至在电弧缭绕之下 韩丽清楚地看到 老魔在黑风中回头望来的惊恐的脸孔啊 双翅再一挥之下 一身霹雳过后 青白色电弧一闪出现在了黑风之前 然后呢 电光一连 韩丽身形浮显而出 硬生生的他就拦住了 老魔的去路 黑色狂风略微一顿 随即方向一变 就要向其他方向一闪而过 但这个时候的韩丽却冷笑一声 两手一掐绝 体内劈啪之声一响 身材就此暴涨数寸 身躯四肢 则肌肉猛人龙骨 就此粗了一圈有余啊 同时呢 身上的肌肤浮现出了一层 淡金色的光泽 但一闪即逝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他竟瞬间变成了一名 魁梧异常的大力士一般的大汉 这正是冥王爵施展了第三层后 腐带的变化 韩丽的变身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啊 两手一抬 浮现出了一层紫色的光焰 再一撮 一口紫萌萌的火刀 成形而出 接着背后双翅诡异的一颤 韩丽一下子激射而出 但是 就是在他射出的同时啊 身体诡异的一扭 背后双翅 以不可思议的频率微颤着 竟让附近的空间一阵波动 人呢也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白丝 在途中就此消失不见了 黑风中的老魔一见此景啊 自然知道不妙啊 当即顾不得再逃 先浑身发了一凝 包裹其身体的黑风 一下子高涨了背序 同时呢 手掌一翻 一面赤红盾牌浮现在了身前 当他正要施法催动盾牌的时候 白丝却先从其头顶上空 是击射而出 但是再一晃呢 又再一次的凭空不见了 这一次黑风中马上传来了老魔的大叫之声啊 赤红盾牌带着半截手臂诡异的掉落而下 手臂上还被一层紫色的金冰大半包裹着 而断臂的断口处光滑平整 一滴血也没有流出来的样子 而此刻老魔才看得清楚一些 原本包裹自身的黑风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展开了一道细长的口子 看位置方向 正是自己原先的断臂索对之处 他竟没有感到丝毫的征兆 如此一来老魔自然是又惊又怒 另一只手臂呢 急忙冲落下的火红盾牌先一点 此盾一跳之后 顿时化为了一层火红光幕将其照在了其中 同时他神念瞬间放出了体外 双目仓皇的到处寻觅起韩丽的踪影来 就在这个时候 那道白丝再次的从老魔身后十余帐外虚空中 激射而出 一个盘旋过后略微一顿 就化为了一道人影 正是韩丽本人 只见他正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自身 背后的双翅轻轻的扇动不停 手中还握着那口紫色的光刃 这疾风久变虽然威力不小 但对身体的负担太重了一些 以我第三层的冥王爵才施展了一次 就大感吃不消的样子呀 韩丽默然了一会儿 声音低沉的说道 这个时候呢 韩丽的耳畔传来了那个童子的声音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776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76回 韩丽听完了童子的话 心里边啊 也是非常的好奇 那你说是为什么呀 这个事啊 其实很简单 这个功法呢 原本就是配合我们秦类 妖修师所创立出来的 你一个人类 虽然有风雷翅相助 但是没有办法真的辗转如意的 施展这个身法 强行施展之后 身体负担也远比普通的腰禽大得多 第三层冥王节 只能够让你施展两三次吧 再多施展几次的话 强行进入急速状态的你 整个躯体都会崩溃开来的 你若是想随意的施展这种身法 冥王节还是要在 进修一层的比较好 哦 原来如此 当初在密室修炼的时候 我虽然说施展了几次 但是因为空间所限 到时也没有发觉 身法施展如此长的距离 竟然对身体的负担这么大 杭力叹了一口气 单手一挥 紫色的光刃 溃散不见了 这一次呢 童子却黑黑一笑 并没有再说什么 杭力这一闪现而出 对面的老魔 马上就发现了他的踪迹 不过天兰兽所画童子施展的是传音之术 他是没有办法听到分毫的 远远的听去呢 自然以为杭力啊 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 所以他目光惊疑的闪动了一下 独臂突然一拍腰间的某只灵兽带 顿时呢 是黑弓一闪 一条通体乌黑的双头怪蟒 浮行而出 这些 此蟒体型不算巨大 只有三丈来长 但是 一对三脚双手 和口中喷出的屡屡氯气 无不显示出 死蛇剧毒无比的样子 六道即圣啊 口才一张 一团黑光包裹着的某物 喷了出来 此物 滴溜溜一转之后 献出了一杆数寸长的白色小帆 随即呢 在老魔的咒语声中迎风狂炸 转眼之间就化为了一面 白森森的 杖许高的巨帆呢 寒历一见此帆的模样 却不禁呆了一呆 此帆起 通体都是用人骨炼制而成 表面黑蒙蒙的 一些灰白色符纹若隐若现 在其顶处呢 还是镶嵌着三只大小不一的骷髅头 刚一浮现 竟然就口中 疗牙乱挫 发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音效之声啊 让人听了是心神不宁 气血一阵风滚 老魔一声低贺 手掌一按鼓翻 三颗骷髅头 立刻乱颤的口吐黑霞呀 一下子呢 就将漂浮在老魔脚下处的半截残壁 吸入到了口中 一阵疯狂的争抢 转眼之间的 就分吞的是干干净净 随即三颗骷髅头 是通体血弓一闪 体积大了一圈有余啊 如此一来呢 这六道吉胜 脸上的惊恐 消退大半 目光阴沉的 盯着寒厉不放 看来这老魔头 头脑清醒的很啊 知道 以寒厉刚才施展的 风雷合一的诡异的顿速 他是根本没有办法跑掉的 那若只是一门心思 只想跑 反而可能陨落得更快 那倒不如啊 硬着头皮就来个鱼死网破 说不定还能夺得个一线生机 所以呢 他不惜将自己持之以仗的 另一件未试人的宝物 亮了出来 哈利见此情形是眉头一皱 他虽然说 从来没有见过此宝 但是 从番中传出来的 惊人的阴气来看 心中 倒是不敢过于小瞧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耳中 忽然传来了 童子诧异的声音 三神白骨番 想不到你们此界 也有人会炼制这等邪物 这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怎么 道友认识此屋 杭丽奇怪的问 哎呀 此番在我们灵界可是名气不小啊 是七大邪气之一 当然了 对面的这件 似乎只得到了一些炼制的皮毛 威力和真正的三神白骨番的威力 那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但是 此屋炼制起来 可是血腥异常啊 几乎每一名炼制他的人类 腰兽最终都不得善终的 眼前的这件 虽然说威力没有多少 但是 也同样血借了不少修饰吧 童子黑黑一笑 虽然说嘴里边对古番的威力倍加称赞 但是呢 又对炼制此物大为忌惮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 不愧为乱星害第一魔修 还真没什么不敢做的 既然是如此大有来历的一件邪气 先试试他的威力到底如何吧 杭力有些恍然 但是 口中发出了一声冷笑 单手呢 冲腰间一摸 再一扬 一只乌黑的玉瓶被系了出去 此瓶在半空中一转 随即呢 平口朝下 盖子呢 就自行打开了 顿时一股灰白的阴气 从里面喷射而出 随即啊 五具白森森的人形骨架 晃晃悠悠的浮现而出 正是 韩力先前收服的 五子通心魔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舞魔一现形而出 韩力就法觉一摧啊 顿时 五具骨架往地上一滚 转眼之间化为了五颗 车轮般大小的鬼头 头上怪脚轻面獠牙 直奔对面的骨帆扑去 五子通心魔 六道极圣 身为星海第一魔修 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竟一眼呢 就认出了五魔的来历 师生的叫出口 他不知道 这五魔 是韩力强行从他人手中夺来的 只当是对方亲自祭练的魔头 而五魔的祭练之法也好不到哪里去 自然将韩力当成了和自己一般心狠手辣的魔修啊 他的心顿时往下一沉 此人已经如此难以对付了 竟然还精通魔道功法 怎么 难道这一次真的是再劫难逃了吗 不过 眼见五魔呼啸而来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猛然一催身前的巨翻的 顿时 古五番一阵巨颤的 翻顶上三颗骷髅头一阵怪笑 一张大口大片的漆黑如墨的阴气喷了出去 而对面的五只鬼头则张口之下 闭绿色的阴火狂涌而出 一时之间的黑气绿魔眼是方滚涌动 爆裂之声接连不断 但是下一刻 老魔的脸上肌肉略意抽搐 因为刚一接触之下 五鬼口中的阴火就大占了上风 绿色阴火一下子将黑气压得是节节后退 六道吉胜心中暗暗是叫苦不迭呀 据他所知 五子同心魔的威力虽然说不小 但是古魔祭练成功 似乎只有节当后期的神通才是 可是眼前五只魔头 明显的神通不止如此啊 竟将他翻上的三只有原因初期的主魔头 一下子给压制住了 不过除了个别的法宝法器之外 宝物威力的真正大小 还是和驱使之人的法力和操纵大有关系的 老魔是一咬牙呀 单手掐绝在一张口 顿时呢 一团精血喷出了口外 转眼之间 没入到了巨帆 就不见了踪影 古帆清明之声大气啊 帆上符文一阵剧烈的帆滚 竟在古帆附近凭空浮现出了无数的骷髅头幻影 这些幻影的体积小了许多 只有拳头般大小 但是同时张口之下 无数黑气喷出 然后汇聚一起 瞬间呢 就形成了一只漆黑的蛟龙 略意盘旋之后 就摇头摆尾的直扑五只鬼头 五魔中的两只鬼头微微一晃 再次化为了人形骨架 同时呢 两手一搓之下 双手中都浮现出了一对数尺长的骨刀 毫不畏惧的同样扑出 一下子和黑胶是争斗在了一起 而少了这两只魔头之后 剩余的三魔喷头的阴火自然大剑 对面古帆上的三只巨大的骷髅头 总算是稳住了形势 黑气和阴火僵持不下了起来 老魔这个时候心里边才暂时一松 目光再扫对面的寒厉 却是心中一领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寒厉 正双手抱肩的望着五魔和古帆的争斗 脸上呢全是似笑非笑的表情 当老魔望去的时候 似乎让他感应到了什么 同样的回望了一眼 目中突然现出了一丝奇怪之色 老魔心里边咯噔了一下啊 一种危险至极的感觉 毫无理由的浮现在了心头 突然 盘旋在其头顶之处的双头怪芒 一阵鼓躁的怪叫 老魔面色一变呢 一下子回头过去 就见在他身后树杖远处 一道青色人影 鬼魅般的飘动着 而一口乌黑晶莹的飞刀 已经划开了他背后的黑风 在徐徐的飞向第二层的赤红光照 他若不及时回头的话 恐怕等他发觉之时 早已经是身手易处了 六道极圣脸上刷的一下子 就是苍白无血了呀 而人形傀儡中的第二原因 眼见着这偷袭暴露了 也不客气的猛然一催法绝 破空之声大响 魔随飞刀一闪之后 就狠狠的扎在了光照之上 而人形傀儡本身则荧光大放 一晃之后竟诡异的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几乎与此同时 原本在远处双手抱肩的寒厉 墓中的寒光一闪 单手一抬 绿光闪动之间 八零尺就诡异的浮现而出 他抓住此尺 冲对面轻轻的一晃 随即背后双尺的略一晃动之下 人就在一声轻微的雷鸣声中 无影无踪了 老魔这个时候 却根本没有办法顾及韩丽这边 眼前的那口乌黑飞刀 略微的一顿 就轻易的动穿了护照 他口中猛然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 身形一晃之下 默然胸口处飞射出了一道黑芒 直接撞向了飞刀 接着他自己身形一晃 一下子化为了滚滚的浓雾 将十余杖之内一切都照在了旗下 轰一声响之后 黑光和飞刀刚一撞击 就爆发出了一团刺目的黑芒出来 那黑光不止是荷宝物 竟然自然爆裂开来 硬生生地将魔髓刀给躺了下来 而荧光一闪之后 人形傀儡就诡异地出现在了老魔原先战力之处 毒物毫不客气地滚滚地涌来 将其一下子淹没进其中 那条乌蛇则两只蛇手一摇 就要直扑傀儡而去 但是下一刻 怪蛇头顶上空丝毫征兆没有地 浮现出了一朵银帘出来 只许大小 但是连心中七色佛光大放啊 乌蛇一下子被佛光罩住 就立刻身形以宁 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只是猙獰的蛇手上 四只碧绿色的眼珠还在转动不停 丝毫征兆没有地扑扑两声 两道纤细银丝 配合巧妙地从绿物中一闪即逝地射出 围着两只蛇手只是一绕 两颗蛇头啊 顿时咕噜噜地滚落而下 绿物一阵方滚 人形傀儡悠然地从里面徐徐飞出 丝毫无损的样子 说起来 这条乌蛇其实也是大有来历之物 口喷的毒物 即使比不上修仙界的识绝毒 也不会相差太远的 普通的修士粘利点 几乎会立刻倒闭而亡 此毒最厉害的还不在此 而是可以无视大半种类的 无物形护照 可以不知不觉侵入其中 而让护照主人呢 无法察觉 就算是原因修士 在不提防之下中了此招 也可能是一命呜呼 若非如此呢 老魔也不会将蛇当作灵虫来饲养了 但是 偏偏人形傀儡 根本就不是血肉之躯 自然此毒再是诡异 对他来说也根本是视若无睹 反而呢 让此蛇轻易的丢掉了小命 那两道虚影中的一道和乌蛇心神相连 灵蛇毙命的瞬间 他就感应到了 目中的不禁闪过了一丝巨色 但他狂顿而逃 没有回首一下 只是猛然回首 冲远处的鼓翻一点 顿时 那面鼓翻微微一颤 通体黑光大放 就要腾空而起 就在此刻 忽然虚影的上空 青色电弧一闪 一道人影呢 就在电光闪动之中浮现而出 正是韩丽本人 他双目蓝芒闪动的望了下方一眼 单手一挥 雷鸣支声大响 一片金色电网迎头照下 另一只手呢 则一翻转 一只青色小顶浮现而出 无数根青丝 后发先制的同样积舍而下 虽然说 老魔的画形分影之术 神秘异常 但是 单凭神念 竟然远远没有办法分辨出 任何区别 但在明清灵目的神通之下 两道虚影 仿佛直接被搁置在了眼皮子底下 似的 哈利一瞬间 就看出了其中的细微的区别 辨认出了真假 六道极圣 所画的虚影 大惊失色 猛然双肩一抖 背后六道魔影 一下子浮现 朝上积舍而出 只是这一次的魔影呢 明显比原先的暗淡了许多 还大半模糊不清的样子 而老魔紧接着 还刨袖一抖 一把蓝色玉伞飞舍而出 浮现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此宝飞快的一撑之后 就巨大化起来 足有原来的树被大小 一下子护住了下面的老魔呀 扑扑几声 六道魔影和空中的青丝撞击到了一起 让青丝微微一顿 竟没有马上突破洞川 但当随后的金湖 轰隆隆的落下来之后 魔影呢 立刻在金光当中被荡然一空 毫无抵抗之力 随即金湖和青丝交织闪烁之下 狠狠的一闪 就积在了巨伞之上 那伞可不知是何种宝物啊 光滑狂闪之下 竟然在空中安然无恙 将两者呢 都挡在了半空当中 让他们没有办法落下分毫 空中的韩力见到此景 脸色一沉啊 单手骤然虚空一抓 一口数尺长的金色长剑 诡异的浮现在了手中 随即他背后双齿一动 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白光朝下方射去 但在途中就一晃得不见了踪影 下面的老摩心中一个机灵啊 立刻知道不好 想要马上离开 但是上尉等他有何举动 一道金光在预伞表面一声呲啦之后 此伞竟从中间凭空被斩切开来 哈 老摩失声一叫啊 立刻周身黑光一起 就要击射而走 但是还没有等他来得及行动 先前空间波动一晃 白死诡异的射出 围着老摩闪电般的一绕 扑了一声之后啊 这位六道吉圣终于再也避无可避 只觉得背后一凉啊 一只闪动着紫燕的手掌 击破了他的护体魔器 从背后洞穿而出了 其贴身穿着的一件宝甲 竟然根本没有办法阻挡着诡异手掌半分 老摩剧痛之下 只来得及听到背后一声淡淡的叹息 就见从胸前插出的手掌紫燕大杖 随即呢 一层紫色的寒冰四下蔓延开来 速度之快 转眼之间呢 就将大半的躯体包裹在了里面 眼看着就要将老摩呢 是彻底冰封进了其中 老摩被紫冰笼罩的脸孔 瞬间扭曲了起来 突然一咬牙 一声闷响传来呀 老摩未等冰封住下半截躯体竟然在此时呢爆裂开来 顿时一股血雨凭空洒下 血光一闪之后化为了一朵朵的腰异的血液直奔含里扑来呀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 一团绿光从残渠中击射而出 一闪就出现在了三十余帐之外 绿光中包裹着一名漆黑的婴儿 双手紧抱着一只绿色的玉瓶不放 正是老摩的本命原鹰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白人修仙传第777回